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ATH 專業的Engineer 今天我是在菲律賓工作 其實昨天,可能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已經不是昨天了 前幾天我是要上載一個影片上去YouTube的 可是菲律賓這邊的網線真的是太爛了 那個影片14分鐘 通常14分鐘的影片我在我家用自己的WiFi上載 差不多是10分鐘左右 可是昨天我放在那邊等了3-4個小時 它才走了31% 然後Estimate的那個上載時間 最高啊,我看到還有18個小時 所以我決定就不要上載了 現在這個影片我就做成簡短一點 介紹我在這邊乘坐的交通工具 現在就來看一下早上 我是怎樣從我的Hotel來這一間我工作的地方上班 Let's go 又來到PaymooPaymoo 鬼地方 这个Tryseeker的乘坐体验啊 因为它的椅垫比较短 然后积极是17寸左右 然后椅背跟椅垫的倾斜角度几乎是90度 然后坐起来其实不太舒服 有一点像 DESA 看到我身后这一辆吗 今天就是要来介绍这一辆Toyota Asia 刚好遇到这一辆Toyota版本的ASIA 在这边他们叫做Toyota VGO 其实它跟我们马来西亚的ASIA是REBATCH的同款车 在印尼也是有DAHATCH的同款车 这一辆Toyota版本的ASIA 在菲律宾的售价是62万1千块 也就是我们马币大概5万2千块 你看我们马来西亚买车 其幸福 PRODOASIA顶配的也才4万多一点点 在这里 这个是G-SPEC的 不是顶配的 都要马币5万多块 而且他们的车油还很贵 这辆Toyota VGO 它的车头设计跟我们的ASIA是很相似 就是车头灯啊 bonnet fender bumper有点不一样罢了 整颗车头是可以装进我们的PRODOASIA里面的 不过我是觉得ASIA比它好看很多啦 来到车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oyota VGO的这个开门的把手 哇是这种80年代的设计啊 相比起来我们的ASIA 真的是比它美太多 而且我们还有Keyless Entry 还有Push Start Button这一辆 车尾的部分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Toyota logo 也就是马来西亚人时常喜欢把Toyota的车 换成Toyota的logo 在这里不用换 直接就是Toyota的logo了 车灯与bonnet都是跟ASIA通用的啦 Bumper也是 就是Design比较不一样 我还是觉得ASIA的Design比较好看 而且我们新改版的ASIA 还有一个把手可以开后面的车厢 车顶部分呢 这个一定要讲 我们的ASIA是用这种 有一支伸出来的天线在车尾部分 可是这辆Toyota VGO 它的天线是在这个驾驶座的A柱上方 这种六七十年代的Design 还沿用在Toyota的车上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驾驶啊 所以不要一直在讲我们马来西亚的 Polodua cut course cut course 看下它的Toyota姐妹车款 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售价 然后还给到这样子的spec 马来西亚人很幸福你知道吗 好啦 今天这一集超简短的Toyota VGO walk around 就先到这里 因为呢 我开不到车门啊 没有得拍interior给你们看 拍的话会反光 再来就是我影片不可以做太长啊 这里要upload影片出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他们的网速啊 真的是感到赛 好啦 我是阿豪 A.T.H.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 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 by bwd6